嗨 大家好 这里是雕龙小记 因为录视频的原因 录制的素材越来越多 这些素材很占用磁盘的大小 这里可以看一下 45G 所以准备将一些素材转移到硬盘中 结果发现这硬盘竟然只能读取 而不能写入 我现在复制一张图片进来 复制失败 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磁盘格式不对 我的硬盘格式是NTFS 这种格式只适用于Windows 这个视频我将硬盘的所有情况都进行了分类 然后给出了每一种分类下的最优解决办法 每一个硬盘几乎都可以在这些分类中找到它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个需求 那我这个视频一定可以帮到你 首先可以将硬盘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是硬盘内没有文件 是一个新的硬盘 第二类硬盘是有文件的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格式化整个硬盘 先搜索出磁盘工具 然后找到自己的硬盘 选择抹掉 选择格式 在格式里面选择EXFAT 这种格式既适用Windows系统 也适用MacOS 这样子格式化以后 我们的笔记本就可以读写整个硬盘了 但是因为我的硬盘是有文件的 所以我不能采取这种办法 接着看这个分类 这个分类下又可以分成脸类 是细节品牌的 和不是细节品牌的 如果你的硬盘是细节 他们官方提供了驱动 不用格式化 只要下载安装驱动以后 就可以对这个硬盘进行读写 驱动的位置是这个链接 这个驱动对MacOS系统的版本有一定的要求 刚好我的硬盘是细节的 我可以用我的硬盘来演示一遍 先下载这个驱动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这个 双击安装 安装 打开 同意 下一步 前面的我快进了 直接已经到了重启这一步 实际上首次安装的话 中间还有一步 因为我为了演示这个安装过程 所以我提前将这个软件卸载过 如果首次安装的话 会有一个安全和隐私 这些是我首次安装的截图 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是第一步安装 首次安装过程中会出现这一步 你要去安全和隐私的设置下 将那一把小锁打开 就是这里 这里完成以后才会进入下一步 重启 也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界面 现在我已经重启完了 这个软件也已经安装完成了 可以试一下这个驱动到底生效没 复制一张读片 到硬盘 粘贴 好的 已经是可以了 接着是下一个分类 如果你的硬盘不是细节的 其实苹果公司在后面的系统中 已经支持NTFS的写入 只是它没有将这个功能直接开放出来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开放这个功能 继续用我的硬盘来演示 我先将这个驱动卸载掉 避免它干扰后面方法的展示 他们的安装包提供了卸载程序 我已经成功卸载了 还是需要重启一遍 好的 我已经重启完成了 驱动也已经卸载了 可以先收一下 收不到了 确实已经被卸载了 复制一张读片测试一下 拷贝 粘贴 没有粘贴功能 我用快捷键试一下 也不行 所以这个硬盘已经恢复到最初的状态 MacOS不能对它进行写入 可以来演示我们的办法了 先去终端 然后输入这个命令 复制 回车 查看UUID 注意将这个命令中的这个参数 改成你的硬盘名字 如果你的硬盘名字 带有特殊字符 比如这样的 要对它重命名一下 不然这个命令会运行失败 比较尴尬的是 我们在Mac笔记本上 连对它重命名的资格都没有 可以看到并没有重命名的选项 所以你可能要去 Windows 电脑上 对它重命名 开始我的硬盘名是这个 后面去 Windows 电脑上改成这个 接着在中端输入这个命令 这里的 UUID 要替换成你自己硬盘的 UUID 我这里已经是对的了 所以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这里已经不太对 是这个命令 复制 粘贴 回车 输入电脑开机密码 已经完成了 将硬盘退出去 重新插入一遍 重新插入以后 你会发现桌面上并没有 这是因为它被隐藏了 瓷盘工具 可以看到我们的硬盘 已经插入进来了 右键 在反达中显示 然后 command 加n 再打开一个反达 这样 我笔记本的瓷盘和硬盘 就可以交换文件了 我来复制一张图片进去 拷贝 这边 粘贴 好的 说明前面的命令设置已经生效了 这个硬盘已经可以让我们读写了 可能大家发现了 这种办法有一定的缺陷 就是硬盘的打开和退出 都得借助这个瓷盘工具 等会我们拔掉硬盘之前 首先也要在这里退出 才能拔掉 不然可能会有不可预计的异常 但这种办法好在不用在笔记本上 安装任何工具和软件 是一种最原生的解决办法 其他的办法 比如用一些软件和工具 其实都有各自的问题 比如软件要收费 突然失效 不能兼容 windows 等等 所以其实我并不推荐使用软件和工具 好的 不管你的硬盘是属于哪一种情况 以上都能不能实现 在mac上使用移动硬盘 说实话 我自己还没想好 采取哪一种办法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采取第一种格式化硬盘 但想到这里面的文件我就都痛 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很激烈 所以我估计要花点时间整理一下 该删除的删除 将这个硬盘弄干净以后 可能会利用硬盘和mac做一些有意思的功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和关注我 我会在将来的某一个视频中 分享这个视频的后续 或者你现在可以瞄一眼评论区 看我是不是已经将这个视频做出来了 好的 拜拜 这里是雕龙小记 安心的 故随 左偏 左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